对农民来说,一年之中最开心的是秋天,最烦恼的也是秋天,看着满满的收获,农民伯伯喜笑颜开,但是面对田地里大片成堆的接杆,又苦不堪言。 对于中国农民来说,处理接杆是一个很大的麻烦,想要焚烧又害怕罚款,如果不处理掉,又会影响来年的耕作。 这时就有网友提出,那么同位粮食大国的美国是怎样处理接杆的呢?看完很多农民都不敢相信,面对这一问题,美国农民羊羊得意,对付接杆我们有妙招,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他们的小妙招吧。 土地修根,吸收接杆 美国地广人稀,美国农民有大片的耕田,今年收割完了专家之后,他们会让接杆在地里进行自然分解,暂时不会继续种植,而是换一品接杆和土地,已经融合好的土地继续耕种。 第二,农业和畜牧业相结合,在美国,由于畜牧区与农场的距离很近,所以农民在收割完专家之后,不必花费太多力气,就可以把这些废弃的接杆带到畜牧区,共做动物的口粮,可以大大减少,给动物买饲料的开支。 虽然说这两种方法都很环保,但是并不适合中国的国心,所以说中国农民想要解决接杆问题,还是任重而道远。 好了,本期的一宣科技到这里就行。